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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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蛇劍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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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金蛇劍 才能把金蛇秘笈的精髓所在洗出來的 真是妙 不是這幅是真的藏寶套嗎 得寶之人 冒請到浙江渠州石良 尋訪女子瘟儀 贈以黃金十萬兩 瘟儀 此時仲罪天下財寶 亦難以換得半日聚首 仲財寶而輕別離 灰極恨極 夏叔叔一定是 心悔當日離別之苦 這個瘟儀 一定是夏叔叔最心愛的女人 真是明明中自有天意 當日你送給我爹的藏寶套 現在成之又可以失而復得良 還學會你在金蛇劍發天 夏叔叔 夏叔叔, 其實從我小時候 你教我功夫的時候 我已經把你當成師父了 你放心吧 城市一定會到浙江 找溫兒姑娘 以了出你的為願 我會不會去找你 爹… 爹… 老爺 爺爺… 老伯, 你沒事吧 老爺, 你怎麼樣 老爺, 你怎麼樣 我們有很多藥, 沒吃東西了 是呀, 我們每天吃薯筋 現在連薯筋都沒得滑了 這裡有些饅頭, 你們拿去吃 饅頭 謝謝… 謝謝… 還有些銀子, 你們拿去用 謝謝… 謝謝… 你給我看, 給我… 謝謝… 謝謝… 這位老爹, 請問一聲附近 不好意思, 原來我所有的銀子都用了 年輕人, 有銀子都沒用了 所有能吃的東西都已經吃光了 你不用看了, 鍋子裡面是青蔥的時間 你不介意你去吧 年輕人, 有氣有力的都已經走清光了 年輕人, 你現在好走 要不然就只會餓死了 等下不見了, 你好 這位兄弟, 再下帶乾糧 如果不嫌棄的話, 吃點 謝謝 謝謝 幾位,拿來吃 兄弟,你也吃過吧 小弟還能熬 把剩下的拿去給其他人吃 是,老爺 一朗,你不是老爺 放下你,老爺 老爺,你不是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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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沒錢交田中 我當然要抓你的女兒來頂數 走... 娘,娘,娘 老爺,娘 你們官府每年都加田中了 今年還要加一筆糧 趕快一點時候不要 不然樂意再吃看菜 吃都沒得吃了 怎麼會有糧糧交給你們 老爺,娘,娘 走 你們不要吃,關我們甚麼事 總之今天我又要找你女兒去做苦工 大哥… 這位兄弟 大哥… 你說謊,你不能把我妹子賣去騎宅 給我妹子 大哥… 左臺,左臺 左臺,左臺 左臺 謝謝兩位大爺相救之恩 三位不用多謝 如果你要多謝的話 就多謝我家主人 謝謝英哥… 三位兄弟 謝謝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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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難得大爺既非武林中人 而又有合意心場 袁某實在佩服 袁少俠過獎了 對了,未請教 在下金二汶 是由朝鮮來到南朝經商的商人 金大爺 是由朝鮮 總旗,就是他們了 你四個反賊 謀反拒捕,還殺傷官丁 聰明的觸手就擒 否則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你們康人有個說話 叫官逼民反 你身為官府中人 竟然欺壓良民,殘害百姓 死無葬身之地的 應該是你們才對 師爺,不用麻煩你們 我今天只是小情大戒 如果你們膽敢再還盡霸道 我要你們人頭落地 走 原來露劍不平,拔刀相助的是袁少俠 剛才有兩位隨從的三腳貓功夫 真是獻醜了 其實獻醜的 應該是這幫無能的官兵才對 現在朝廷容財當道 難道大明真的氣數已盡? 你也不夠十里穿寒蛇 如果袁少俠不嫌棄的 不如都卸下一罪,喝杯水走 好,那恭敬不如從命 老爺,袁公子,請 老爺 好 老爺 袁公子,請到內堂休息一下 好 袁少俠,請 請 難得今天貴為外族的父母 都可以不顧自身的安危 依照我們漢人的平民百姓 真是難能可貴 袁某身為漢人,都自殘言威 金某雖然是朝鮮人 但是來到南朝經商已久 深守你們漢族文化的分途 對漢人的合意精神尤為嚮往 今天見到漢人百姓無故受苦 就不自力地出手 行得原則合出手相救 金某就此謝過 金爺,你言重呢 袁某今天還行得溫飽 但是天下的百姓 不僅飽受天罕水災的困擾 還有官兵的欺凌 真是苦不堪言 袁少俠說得沒錯 現今民不聊生 地方官吏連苛捐重遂 以致樓寇四起 朝廷非但沒有體恤民情 還任由閹臣當權亂政 以致奸令還行,民心盡失 聯軍成時而起,看來大明的江山 亦難不保 崇禎這個昏君 只會聽信曹化純這個閹臣的殘言 殘害忠良 現在朝中人是小人當道 斯敏郭祖又兴能久響 聽完說話所言,只會當中另有內情 今天既是聖情終日 在下亦實不相亡 在下袁誠志 而仙父乃繼遼督師袁崇門 原來袁少俠不單是華山高徒 還在明將之後,能為喜怒不凡 誠志又獄仙父的威名 空有一身武藝 到現在都不可以替我爹手刃崇禎 和曹化純這兩個狗賊 禁宮內縣,防叛森嚴 要入宮行賜,談何容易 當年袁獨師慘死一時 金某仍有所謂 崇禎皇帝目光短淺,性格剛癖自用 只能夠任入阿遇奉承的容財 當年令尊舊部 為免再受荼毒四下流散 若袁少俠能夠召集令尊舊部 要報仇雪恨也不是難事 金爺,師父救報已經死散 即使召集,亦談何容易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他日只要用得住某某地方 定當竭盡綿力,在元少俠一備 在下只是無名之輩 難得金爺的龍程厚意 如某心靈 老爺,東商已經收集妥當了 元少俠,不妨先行沐浴更衣 稍作休息 今晚無論如何,你也要挑燈對飲 暢談天下事 這邊,大叔,麻煩你了 元少俠,不用客氣,請 元少俠,老爺 老爺… 老爺,老爺,老爺,老爺 甚麼事?大驚小怪 老爺, 莊愛來了一大班官兵 來世洶洶說要捉拿甚麼反賊 千種大人, 就是你一幫人 就是這個小賊打傷卑職的 大膽逆賊, 竟敢襲擊官兵 意圖謀反 進來, 將契賊築拿著罪 是 好, 徐兄弟 千種大人 大人 你想怎麼樣 就是你這幫狗賊官逼民犯 傷人的罪我完成至 跟金大爺無關 既然你說我作犯 我們反給你看 袁少恆, 何必跟小人的動氣 有失身分呢 快, 便吃了 請, 請 刀師大人到 爹 小將見過金爺 金爺 刀師, 千總, 兩位大人, 請坐 謝座 金爺, 小人已經把他重打一八大板 隔職查辦 至於小人, 自之最重 橫望金爺你海量遙過小人 金爺, 都是你的酒囊飯袋 有眼無珠的人打擾金爺 請金爺恕罪 刀師大人, 你太嚴重了 只不過是這幫人太放肆 應嚴加管治 謝謝金爺提點 金爺恥远道而來 小將未克軟營, 請為見諒 金某只不過是滿身同袖的山跹人 刀師大人, 你太禮重了 對了, 金某上有些小事 要向刀師大人請教 不敢... 袁公子, 請稍坐便行 好 刀師大人, 請 請 不久之前 我在京師才見過你們的兵部常宣 誰知一南下就差點被你的部下所傷 是小將管治不力 以致...以致驚動於王爺 回去之後 小將一定要將你們嚴加治罪 請王爺聲鼓 王爺, 小將日前已接得王大人的密壇 要小將對王爺要多多招呼我 我王兄王太極, 兇壞洪徒大志 我多以捆相助王兄, 必須要出天下 這次我喬長是朝鮮富商金爾文 就是南巡體察民情, 籌貌對策 以便他人一個而得天下 清主王太極, 知謀過仁, 英明果斷 比起我們那個糊塗皇帝強得多 王爺, 其實要破關, 入主中土 真是二元反掌 不過請王爺到時候 一定要多加太愧 我今向南巡所見 惡夫遍野, 官兵還行 經已民怨沸騰 加之崇禎這個九皇帝 獨端獨行 只能夠任用到他 歌功重得的無恥之徒 以此奸命當道, 朝鮮腐敗 朝中的民臣武將 暗俠鬼算和大清的多不成數 王爺, 說得有道理 所謂良憲, 擇木而妻 只理所當而 王爺, 這幅是浙江州府 各地駐軍的分佈圖 相信必然可以幫助 王爺他人破關驅兵, 入主中土之庸 請王爺少納 好, 永樂前莊已經備有黃金千兩 你隨時可以取用 謝謝王爺賞賜 金爺, 請還 道師, 請 請 金爺, 在下真的不明白了 剛才那個都師大人對你不但敬畏有加 就算連那個千種 更加前俱後功, 究竟... 坐 坐 金某所經營的是 人身和刁皮生意 和經營成的皇宮權貴 亦數有交往 剛才給千種過目的 就是朝中大臣給我們的戰書 這幫九官趨嚴附勢 對金某自然另眼相肯 原來如此 袁公子, 另外一件如故 不如在世下小住幾天 讓金某略盡地轉之而好嗎 金爺的美意 在下就此借過了 在下初次踏足江湖 就有幸結識到金爺 確實是平生之福 只不過在下有要事在身 也不便久留 如果他日有空的 必定會登門拜訪的 既然如此 金某也不便強留 袁少俠, 你在路上鎮制機民 盤穿用盡 以區區置數 供袁少俠以作勞廢 難得今天疏財仗義 金某某也不客氣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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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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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老爺, 早點火中呀 救命呀, 救命呀 老爺被人捉了, 黎人呀, 黎人呀 救命呀, 木家 救命呀 你們老劫我到來, 只是想要贖金 要多少, 儘管說 爽快 金爺不愧是朝鮮來的大同商 身價自不同凡向 我們要二千兩 二千兩不過區區之數 你聽清楚 我們所說的是二千兩黃金 我所說的, 當然是黃金 想不到我金爺只是虧虧二千兩黃金 老爺, 早點你要多一點 二千兩黃金這麼少 至少救我們食肌 芹芹, 你說是不是 今天請放心, 我們言出必行 只要二千兩黃金一道手 我們立即放人 你把這封書下交給我府中的管家 他們自然會派人去錢莊 提出黃金來贖我 我有點累了 勞煩你派人送我到後堂休息 送金人 這個金二汶這麼豪爽, 身防有渣 放心吧, 幾位爺爺 如果這個朝鮮佬這麼作弊 我肯定是把這封書斬出來 把這封書斬出來, 讓他變成人軍 清清, 凡事還是小心點 等一會兒你就暗中跟著提取黃金的人 慎防你作怪 是, 大爺 小心看著傷金 是, 公子 是, 公子 你那賊婆娘, 連找那封書也敢搶 是, 公子 姑娘武功高強, 貌美如花 不如跟我回去就壓制夫人吧 無恥 秋樹枝, 別跑 等一會兒, 船家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有勞這位公子 甚麼話 秋小姐, 你別跑 秋小姐,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船家, 難道快開船吧 不如我們坐下再說吧 來, 我幫你 不用, 趕快來就行了, 謝謝 聽這位大哥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是呀, 我剛從華山下來的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到江南的 華山?難道你是華山派弟子 沒錯, 蔡下元盛智 原來是華山派弟子 難怪你這位公子這麼深厚 我想公子一定是武林中人頂了 剛才我只是輕一符而已, 你就知道了 我的三腳貓功夫哪有見到人 我只是靠近來 może沒有斟 嚴 dise 嚴倩 原大哥, 你怎麼可能想知道 那 planted nesti 你的傷心裡是什麼呢? 我好像瞞不過你的了 但是又不變相告 你放心, 我怎麼會強人所難呢? 不過剛才那兩個人 罪得你這麼嚴重 是不是剛才那個傷心有關係的? 那個賊婆娘 我死不緊, 但傷心裡的事 是關乎人命的 我一定要及時送回家 既然那個傷心對夫人這麼重要 你又用得著最下的地方 不妨直言 袁大哥, 你我雖然同水相逢 但是一看造詩, 袁大哥你是合意中人 待會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不用理我的 你一定要幫我保管住這個傷 好 你怎麼回事? 臭小子, 你別走啊 臭小子, 你別走啊 臭小子, 想偷我找的東西 殺了我才說 梅師兄, 這個臭小子陳修勇於我 你一定要幫我殺了他 好 袁兄弟, 擺脫了 兩位, 得四孔以摧毀手 你們何必絕絕逼人呢 你以為我殺婆娘跟著你 看出賣壞蠻, 豬辣就無辜的 臭小子, 今天你不留下他的傷 就留下你的頭了 袁大哥, 你快點幫我保住那個傷 以後等我來 我來 這次你還不見我湯雞 臭小子, 我不會放過你的 我們在你門裡不會放過你的 謝謝你, 袁大哥 不是說話 剛才嚇死我了 他看見搶不到傷, 想拿我的命 如果他們兩個不是欺人太沈的話 我不會這樣對他們 走了 好, 安婢 我自己來就行了, 袁大哥, 謝謝 我的事就辦完了, 現在回家 對了, 袁大哥, 你打算去哪裡 你連自己去哪裡都不知道 我去石梁鎮溫家寶 溫家寶 是呀 你初來報道, 所以溫家寶做甚麼 我要找一個叫溫兒的女子 溫兒? 你真的想去找溫兒? 我都不認識公子是鎮上的人 你知不知道怎麼去溫家寶嗎 認識, 當然認識 你還認識我吧 在下綠青, 跟溫家寶的人很熟 不如就去在下大陸吧 那就有盧綠公子了 對了, 你剛才說想去找一個溫兒 那溫兒是你誰 其實我也是受僱人所託 以黃金相賺的 賺金? 沒有, 溫家已經是富貴人家了 你還拿些金給人洗 好像有些金神天花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受人所託而已 對…回家再說吧 回家? 沒有, 我跟溫家的人已經很熟 簡直是把自己的氣都當成這樣 走吧 盧皮進去通傳 我跟溫家這麼多位大爺都這麼熟 我自行進去通傳就行了 那盧皮倒杯茶給這位公子 元大哥, 隨便坐吧 坐吧 我現在就先進去拜回幾位溫家大爺 你知道了, 一個男人望遠要見溫兒阿姨 老人家很嚴悔的 這次有盧綠公子 不用客氣, 隨便坐吧 你說清清去了哪裡呢?真是擔心 爺爺, 我回來了 清清, 你去了哪裡?我們很擔心的 我們以為你連人帶金被人搶走了 你真是… 雙巾在這裡 雙巾, 突然拿著雙巾 我這麼精靈, 怎麼會被人搶走雙巾 先進去, 快點 先進去 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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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魚 是呀, 池水魚幫我打了一個賊婆娘的 清清, 大雙金回來就行了 我帶水回來幹甚麼 池水魚會生金板的 他說以為贈金給我娘溫兒 他要來找你娘, 你娘明… 他是不是四十多歲 冷嘴冷嘴目中無人 還揹著金石劍 難怪她的劍要用布包住了 原來是金蛇劍 真是金蛇龍 但是她只有二十多歲 還傻傻傻傻 二十多歲, 也不是這樣 但她戴得金蛇劍 一定跟金蛇龍軍有關 還不定是她傳人 我娘是被金蛇惡賊劫走的 她的傳人也不分會是好人 但是看那個原成智 又不知道是甚麼大奸大奴的人 原成智? 是呀, 她還說自己是華山派的弟子 名門正派的 清清, 人生免惡 不可以單憑外表 就可以看到她是不是善女 當年你娘被金蛇龍軍有關 人間成人殺了你 你說我娘是被迫的? 是, 正所謂家仇不出外傳 方知, 這件事都是我們溫家的傷心事 所以別跟你說 但是, 現在你都大過了 應該把這件事的真相說清楚 當年你爹 為了想抹斷一張 已經讓我們溫家手上的重寶套 他帶了你娘回來 當時你娘已經身為六甲 他就為了我們這件事 誓會堂改前兵 還會好好地對你娘 我看你娘也有了她的骨肉 一時深遠, 就相信她 誰知道就是你在滿月那晚 她竟然勾結五毒教和妖女賀鴻藥 偷了我們的藏寶套 這個年裡是有毒癮心的 連你娘也怎麼走了 自從你娘 倆在這兩個惡策手上 心不戀愛毫無音信 我看 我看也怕被她捉得死了 你娘 我... 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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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臭小子手指吐出 現在三江四柴握著我們 她一死就能剩下一個死門的女兒 你幫我娘出去報仇 清清, 她到底是你爹 你又怎麼... 不是, 她不是我爹 我沒有這麼禽獅不如的爹 清清, 她明知道你娘不在溫家 都指使小子上門一定有目的 幸好, 幾個爺爺幾乎 要不然我一定會計算的 可是那個惡策, 她想要甚麼呢 這個惡策詭計多段 時間都很難推斷得到 清清, 你先出來 讓我們想到對策 才叫你依計行事 那好吧, 我出去敷衍著小子 是呀…來… 出去敷衍著 老大, 為甚麼不立即出去 逼問聖元那臭小子 查明金蛇狼鬼的下落 拿回床本圖 是呀… 既然她說來贈金的 那顯然那幅藏寶道 就在他們那裡了 是嗎… 他們一定有秘力 萬一金蛇狼鬼沒死 就唱就唱不了 不錯 我們只可自取, 不可力敵 可是有一個人可以幫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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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人進去 老大人進去這麼久也不知道怎麼樣 這也沒用的, 出來吧 老大人 他答應了 這怪不得這麼順暢 是呀 又不順暢 又現在還在吃溫家飯 怎麼也不答應 好, 我們等著看好戲了 溫阿姨平日很深歸 他不肯見良人 今天肯見你, 也可想是天大人面子 溫阿姨 進來 元大哥, 請 溫阿姨, 元大哥來了 你們兩個慢慢聊 閣下一定是溫兒阿姨 晚輩元成節 是奉金蛇狼君夏雪兒之命 到來拜會的 轉眼間我和夏大哥 已經闊別了十幾年 他身至好嘛 為甚麼不親自來見我呢 夏叔叔不是不想來見你, 不過... 這封信是夏叔叔托晚輩交給你的 他還千叮萬俗 將來醫療藏寶桃器出寶藏 就把黃金十萬兩轉賺給你 我在這個《迫血劍》裡面 適應元成節 我有兩個第一次 第一次就是很開心 可以做到金融北海的英雄 第二次就是拍這個武打戲 也是做他不閒的英雄 要打的工作劇 我也是第一次的 一角色十幾招 打到我真是身水身塘 在南海城差不多40度 我很開心可以和國內的電源合作 是非常好的和很專業 我覺得值得我們借鏡 其實《南海經》 是一個很漂亮的電影城 那些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真正的趣事 我想會掉下水 被人笑 那一場戲是說 原成節去找小狗姑娘 就是射師萬聖演的 跟他遊湖 應該很開心 誰知道我懶惰地站在那裡 誰知道他整個跌落 其他人說難忘的事情 我說的不是很好笑 你應該留意TVB的網子 網子就是TVB.com.com